何超琼用一对珍珠耳环 证明了他才是赌王家族中唯一的纯爱战士 何超琼坐拥三百多亿 曾是香港女首富 什么名贵珠宝没见过 可他却偏爱一对看似普通的珍珠耳环 只要是参加各种重要场合 何超琼都会佩戴这对珍珠耳环 只因这对耳环是陈柏强曾经送给他的 不仅如此 前段时间在香港文化东方酒店的庆典上 李英出席的何超琼却出现在了 钱摊31的开幕庆典上 而钱摊31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 只因今年是陈柏强离世的第三十一重年 当年年轻貌美的何超琼遇到了当红歌手陈柏强 两人情投意合 陈柏强还邀请何超琼出演自己的安慰 当众用歌词是爱 可赌王却看不上家境平凡的陈柏强 于是自作主张把女儿介绍给了传王之孙许静亨 就这样 何超琼带着十个亿的嫁妆嫁给了花花公子许静亨 两人的婚礼轰动了整个香港 可新娘何超琼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而陈柏强也因此一举不振 并退出了娱乐圈 不久后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葬礼上 何超琼不顾世俗眼光 坚持为陈柏强扶灵 并主动承担了照顾陈柏的重任 而何超琼也说到做到 不仅一手承担了陈柏的衣食住行 还聘请了保姆和保镖照顾她 每个月还会给她十万块的零花钱 直到2022年陈柏强的母亲因病离世 大家才知道 原来何超琼一直默默照顾了他三数 其实 自从陈柏强去世后 何超琼就和许静亨分居了 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 此后他再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 可直到如今何超琼都留着当年陈柏强送给他的那对儿 两人的爱情也成了无数网友心中的一难品 此后 何超琼就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成为了赌王的接班人 当初赌王去世后 很多人都晒出了他曾经的照片 而何超琼晒出的照片中 却包含一张赌王与陈柏强的合影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照片中的陈柏强只有半张脸 原来在香港话中 半边脸也有女婿的意思 其实 这一切都是何超琼的小心思